高雄市長陳其邁在19日的市政總諮詢時提到 對於議員關心地區發展的規劃 例如如何提升彌陀子關等海線觀光 他將會爭取中央預算 並請副市長林青龍來召集相關局處規劃 讓海線風景也成為觀光必去地點之一 我們就用觀光的秘境 一般人比較不知道 所以風景實在是很漂亮 所以我跟觀光局給我們一個時間 我們跟農委會我們來找這個價位 我叫林婦交給這家家大家交一下 這個讓我們來分工我們來處理好 另外也有議員希望在轄區內 爭取設置多功能運動中心 陳其邁回應表示 每個運動中心都會有它的獨特性 不僅要讓一般民眾使用 更會顧及到身上朋友 以及長輩使用上的方便 這才是設置地方運動中心的出發點 我們每一個地方要有一些獨特性 它比較可以算了還去玩 第二也要針對地區的人口 不然是老人多 譬如說我們在林婦交給中心 在規劃大概就有一些比較 我們身臟的朋友 或者是有一些是長輩的 有一些啦 所以針對不同特色 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獨特性 這個我們會考慮在裡面 而台積電即將到高雄投資設廠 陳其邁也再次在議會重申 已經與台積電密集開會交換意見 隨電供應上絕對充足 也會依照法令來做好相關環評工作 記者李佳龍採訪報導 比較大的賣場就是 最大的賣場就 不要緊貼 最大的賣場就是 最大的賣場就是 最大的一定的賣場 een 後面會再買最大 prix 但是這裡有 yemek床呀